今天是有點霧霧霧 然後有點消消雨 今天的環境有點模糊 跟我們的關係也是一樣 到底是來寫著話啊 我還以為我們去中東你知道嗎 超油 很深上下 比較自由 好吧 潤滑油 大家好 我是凱文揚 霧霧大家說 其實我也單身一陣子了 但是這段期間呢 我都非常認真的在 Working 都在工作 所以真的非常少的時間去做 約會 這個動作 頂多就是一些簡單的吃飯 然後 沒有然後 吃完飯後就是酒吧 這樣講起來好害羞 哈哈哈 好 終於經營YT的衝動者 視力躲不掉 約會系列 所以 我今天終於準備嘗試 人生中的第一個螢幕前的約會 但是是跟誰呢 那我們 開始吧 他差不多在15分鐘來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女生 他這女生酷酷的 然後打一些特別的文章 像是 Growing tree 句點 他就是一個酷酷的女生 但是 大家知道我 就是一個死屁孩 所以 我看我今天能夠奪走他幾次酷酷的臉 如果他今天是同伴同學 我一定每天都去鬧他 你再哭下去 可以怎麼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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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還說要開車過來載我 OK 出去約會還可以被載 這是何等的 幸福啊 看來我也是個小奶狗 小奶狗屁孩 人到囉 這麼帥 哇靠 怎麼樣啦 美麗的上文帶我出去玩 快點啊 你要帶我去哪裡玩 欸今天是我們約會耶 我要帶你去玩 但是你開車耶 沒關係 女生也可以開車 女生為什麼我不能開車 這樣算是我帶你出去玩嗎 你規劃行程啊 那我們先去 他就說要帶我去淡水老街 我淡江的 我對那邊的約會只能非常非常熟 星空頂 對 我們可以一起這樣子躺在那邊 然後下雨 看雨滴啊 然後我幫你準備東西 一杯水 謝謝啦 很貼心 我還準備了衛生紙 他說你新車應該沒有 我還準備了毛巾 為什麼要毛巾 我還準備了這個 乾洗手 你有開車在男生區約會嗎 廢話當然有啊 怎麼可能沒有了 淡水 好繼續往前 這邊開這樣可以 這邊今天表現很好耶 哈哈哈哈 好感喔 你要被我粉絲殺掉 為什麼 VW的觀眾 我愛你們 我跟你們是麻吉麻吉 你們會不會錯 其實我在Youtube大量的曝光 也差不多一年多的時間 我真的覺得VW是 最像我的同溫層 同溫層 對 小圈圈 就是一個自己小圈圈 差不多十萬訂閱 啊家裡也是eServe 所以我就覺得 欸好像有蠻多的關聯性 所以在Youtube這個圈子 遇到VW的時候 都會有種看到 另一個自己的那種感覺 對啊 我想要 想要欠欠 哈哈哈哈 其實渣男是你吧 沒有我只是在示範 酷炫老師頻道 可能會做的事情而已 蛤? 不要亂動 其實我不是渣男 其實這個人太渣了 沒有 什麼樣子知道誰是渣男 真的 剛剛灌掉麥克風 有一段就知道 我就是 你又想說什麼 你又想說什麼 哈哈哈哈 好啦我們就去喝咖啡 不廢話 Let's go 耶 我們現在要 開始我們的約會行程 然後我要先帶VW去吃 我還淡水的時候 最常去吃的 淡水阿給 嗨 妳好 哈哈 淡水阿嬤 沒有這個時間點還淡水 不然你都什麼時候來 晚上就是去 夜景咖啡 喝杯咖啡 吃個甜甜 然後再 再 再不要收回吃 就這樣 結束了 好 很no more 很no more 沒有像你一樣去什麼 Nasty Mood Nasty Mood 老街的暗向 進行Nasty Mood的 舉動 吃吃看 好 好久沒有被餵了 快點啦 不吃 特別好吃 我看我餵你了 然後他直接等下 堵到我臉上 真的好可以耶 蠻奇妙的一個 瞬間 我還淡水 最喜歡吃的就是 最後一集冰淇淋 小朋友 因為最後一集冰淇淋 就它很黏 你看 等下掉下來就真死定了 喝醬死定了 你還是試試看那個掉下來 左邊你可以看到觀音山 如果沒有霧的話 你可以看到整片很大 今天是有點霧霧霧 然後有點蕭蕭雨的 今天的環境有點模糊 跟我們的關係 也是一樣 到底是來學整話啊 我還以為我們去中東 你知道嗎 超油 橫身上下 超油 好吧 潤滑油 你什麼事啊 到底是跟誰學到這些東西了 我在拍意境 結果你才自拍 他在比我跟同鄉 很動力 我覺得他下一秒就要 開始跟他說話 你知道嗎 來 這個叫VW 他很酷 他扔走了 這個 這地方就是淡水人 約會的時候一定會來的地方 喔是那嗎 喔是喔 好啊 你交過幾個男朋友 這真的三個 曖昧的 雖然我們年紀沒有差很多 但是我覺得還是有些世代的 你說Generation Gap的部分 小Gap 所以我就想問說 你們這年紀的是不是會把曖昧也算進去裡面 就是曖昧也算是一種關係 曖昧在一起結婚 在我的年紀的時候 是不會特別提到曖昧這個階段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是只有曖昧但沒有在一起的 應該說其實曖昧到後面 你可能會開始出現一些價值觀的差距 那這時候就先 先hold 因為有一些價值觀是差蠻多的 現在人可能在一起之前會包裝 曖昧時間拉長的話 他的包裝可能就 淺漏了 對 可能會有一些你自己沒辦法接受的點 我自己就會直接腰斬 也算是自我保護的一種 真的沒辦法接受 那為什麼要在一起 那你的腰斬會怎麼跟別人腰斬 淡泥還是雙盲 我會抽 這很冷淡 那還是會意識性的回 我會不太會回 你的曖昧對象是可以成為朋友的嗎 因為大部分是我可以當朋友 但是對方就是不想要他 因為對方太喜歡你嗎 不一定 有時候可能會鬧得不太開心 就可能對方覺得說 欸我們已經在一起了 但其實就根本沒有 覺得這個關係 他這樣子的問候 你這樣的關係 你這樣子的分享自己的生活 就應該是要在一起 對啊 因為像我自己很沒辦法接受 我還沒有講好說在一起 但是一直在外面講說是男女朋友 喔 我覺得是自尊性問題耶 就有蠻多次 那種 就可能才出去個幾次啊 然後他可能就跟他的一些朋友講 然後好像 我們一定會在一起這樣 喔 然後我去朋友的局 他的朋友就直接在那邊叫 欸嫂子嫂子 你什麼時候在一起啊 喔 就是那種超級助攻喔 直接解掉 我好像發現了 要把VW的攻略了 喔 回了回了回了 其實就把V票當成男生就對了 在一起的詞彙不能太快出來 需要多一點觀察跟磨合 那你有聽過我寫什麼故事嗎 沒有 目前沒有 因為我跟你的共同好像並沒有 我聽到你很多故事耶 我真的假的 我不能跟你說啦 你臉好好笑喔 為什麼不能跟我說 好啦 剛剛也聽了很多VW的一些愛情小故事 然後我現在也間接了跟認識VW這個人 原來共享中的 確實有點落差 喔真的假的 你本來是覺得我 因為我是黏黏小 所以就是 我們今天結束後再跟你分享 怎麼樣 那我們先玩下一個 咖啡廳行程 Let's go 那進什麼 進我們能夠記得今天 OK 不要忘記這麼有的今天 是滿困難的 真的嗎 所以今天值得被記得 嗯 開心 怎樣 之前真的有一次也是跟一個男人出去 然後他也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我記得我們去河橋 就是那個貓頭 有搭攬車上去嗎 就騎車 喔 騎車浪漫 大一年之後吧 然後他一開始還坐下來 然後他就這樣 他就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超有 我就完全沒辦法 遇不遇把他自己排好 沒有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這樣很不理 沒有沒有 喔 OK 然後呢 都沒事然後我就在心裡摸摸摸 他的過去是有碰到你還是他去放到椅子的後面 椅子的後面但是很近 太快太近 才第幾次見面就是做一些就是我覺得 有 但你覺得第幾次會是比較適當的一個頻率 喔 第一次 不過但我覺得第一次這樣子就是有點太多了 所以不管誰的第一次其實重點 有一個 人跟人之間的一個隱私距離 你看我到現在還是保持一個 我們算是幾公分 一個這個15公分的話 差不多介於 10公分 10公分是一個安全的隱私距離 非常好 我身上打分數他對我打分數一直不停在提高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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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來這個淡水的環境最棒的點是 你可以很安靜的享受飲料 茶 食物 然後還可以彈心 因為我真的覺得淡水蠻舒服的 有時候的話會一直想想 海平面那個山 你如果天氣夠好的話 非常適合 戀愛的地方 那記得喔 第一次約會 不要幹嘛 走不要這樣 我自己會覺得 比較生肆會比較加費 沒有你沒有你 那屁孩耶 屁孩會扣分 那萬一生肆跟屁孩同時進行 還可以 這樣子會就是上 我覺得你屁的點要再適合的人 可能一些耍白癡或多女生開心的走路 那如果是在肢體接觸或是一些 如果是很特異的話 其實大部分女生都還是看得出來 那萬一你嘴巴的東西 第一次見面就開始把你擦你嘴巴的東西 會這樣 後奔 萬一你離子檔然後他一直嗆 不會撐 不可能 沒有 那我就直接退追不聯絡 你就在毛孔上面一直被擦 當下會直接認住這樣 然後我回去就不回去吃 我有遇過一次第一次見面就擦我嘴巴 我也直接不回去 真的假的 第一次見面之後 他突然 衝過來 哇靠 謝謝喔 那我們到最後一個景點吧 欸有沒有給我一組比這個 下一個景點 下一個景點 一二三 有人陪等上廁所是一件滿開心的司機 沒錯啦 開心嗎 跟我出來 還不錯 做到就是覺得很容易外 WTF 好不好 對 對 大猴是開門的 大猴是BW 大猴是VW 左邊的電池比較漂亮 他正在動欸 你看 你看 我自己要不要一直這樣 在過那邊 中間在旋轉 等一下就過去了 真的在轉耶 你注意看的話他 應該也在轉 好可愛喔 他說 帶女生來這邊 直接分手 什麼意思 這叫探險的感覺 OK 剛剛看到的是 山崇 接下來看到的是 天幕夜景 北投的夜景來了喔 就是很自在 北投的夜景 來 第四個要來了 社子島的 夜景 四個夜景 義大利很過分 剛剛還說什麼 叫我絕對不要再帶女生來這種地方 他好 雖然要帶我阿嬤來 他很開心耶 阿你不喜歡的阿嬤 你不喜歡的阿嬤 這太All school好不好 你年紀有差啊 我跟你年紀 最喜歡的行程是去吃Arte 真的假的 所以我的分數從一開始超高分啊 慢慢就開始降落是不是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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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這樣一整天跟我約會下來 除了景點以外不談 那你覺得我看完樣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覺得滿好笑的 很悲哀的一個 講個五點 悲哀 就是會逗女生笑啦 算貼心算貼心 貼心一到十分給我一個分數 6.5 6.5很低耶 因為他有點直男 講一個點 一直在講很油的話的時候 那是為了做節目效果啦 等一下 可是這跟貼心沒有關啊 因為我們有沒有出來很多次 所以我們沒辦法給出來 好吧我還沒有辦法展現貼心的時機 對 來我幫你 快拉椅子拉出來 拉不動 不要 重新給我6.7可不可以 好7分啊7分 來第四個 出去很像朋友 就自在這樣 喔自在好 第五個 畫很多 就是你不用想畫你 才會自己一直這樣 我怕你無聊啊 就是 不是約會你畫也很多 我看人啊 畫你遇到誰畫少 我一直都很安靜其實 我只是怕你無聊所以知道 陪伴一下你度過這個 這次 歲月 今天出來 你對我有哪五個印象嗎 第一個點 我覺得他確實是一個還蠻 自我認識度很高的一個女生 偏成熟 對 是偏成熟 第二個字我發現 他其實 會符合 你的人設 因為像是 比較媒合一點 畫比較多的 他就不會一直 在那邊吵 萬一你今天是畫比較少的 他可能就會提出一些問題 來訪問你 讓你表現這樣 對對對 會給舞台 就是會有一些進退啦 打女表現 第三個 貼心也是有的 其實做到前面基本兩個 就很容易做到貼心 因為就會比較能夠在乎 其他人的感受 第四個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我的關係 還是你可能本來就是這樣 就是你 蠻願意跟我坦白你的過苦 對 這點是我還蠻喜歡的事情 因為有些人會包裝他的過 喔 那我本來就是比較real 可是我 我好像真的不一定會這麼的講 喔是嗎 所以我也有在一部分 互相嗎 你現在是拍鬼片嗎 好繼續講 在看 第四個點 沒有啦 第五個點 VW是一個非常愛觀察別人的人 欸你怎麼知道 那就是我跟妳講前面的那些故事 有一些沒有在鏡頭前面拍 就聽得出VW 闡述故事的過程 可以聽得出來 你那個觀察的節奏 好 第六點 有點像男生 超像 哈哈哈 VW沒感覺是這樣 心動是這樣 超級心動的 可能就是眼睛稍微 大一點 噢 這是真正的心動 好啦沒有啦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約會系列 喜歡我們這兩個很ㄎㄧㄤ的組合 對 也是我第一次拍約會系列的 我是覺得 也是我第一次跟這麼有的人約會 看結果變有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剛剛前面跟我說可以可以 原來他可以是騙我的是不是 真的好笑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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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